韩丽的全部心神都被那处翘穴牵引了过去 心中不禁有些忐忑 生怕身上这些仙翘会一个接着一个被黑丝侵染 继而一个接着一个衰败下去 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感受 若非切身感受无法深刻的体会 就仿佛辛辛苦苦种出了一朵青莲 却在花苞绽放的瞬间被人投下了一滴致命毒药 整株莲花从莲心花瓣到根枝全部受毒性的侵染 迅速腐败 就在韩丽打算动用时间法则之力应对时 却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 那处半染黑芒的翘穴 居然始终保持着半黑半白之色 并未像古籍中描述的那样 势急如火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和传闻中的不一样呢 韩丽心中一紧 不知是喜是忧 然而细察之下 他才发现那处翘穴的黑丝下 竟然由点点白光透射而出 如同里面撑起了一把白色光伞一般 将那些黑丝阻隔在外 韩丽心中一动 喃喃自语 这是 星辰之力 原来此处仙俏啊 正与他之前开辟的 三十六处玄翘之一相重合 韩丽怎么都没想到 玄翘中所蕴含的星辰之力 居然对抗抵消 翘衰有如此奇效 一见如此啊 韩丽反倒是放心下来了 并不急于动用手段 而是心中闪过一个念头 打算继续观察 翘衰的变化过程 这一幕若是落在寻常 真仙境修饰眼中 只怕要气得背过气去 哪有人能这么轻松惬意地 应对翘衰之劫呢 韩丽看着翘衰黑丝 与玄翘中的星辰之力 此刻正如两个战士一般 相互搅斗 前者占据天时 后者占据地力 僵持在那里 看起来似乎是势均力敌 但韩丽却能发现呢 在一次次的角力之中 翘衰黑丝 总能占据毫厘之差的优势 这倒不是说其力量 真就强过星辰之力 而是因为即使是玄翘 也属于翘学范围 的确在一定程度上 极大的增强了 玄翘对翘衰之力的 抗拒能力 令翘衰的过程 变得十分缓慢 但却无法从本质上 阻止翘衰的发生 换言之 玄翘中的星辰之力 可以给修士抵御第三衰 争取到一段宝贵的时间 但若是修士 无法找到抵御之法 终究难逃 翘衰的命运 韩丽却看了片刻之后 觉得有些索然无味 便双手法觉猛地一掐 背后金色光芒 骤然大亮 真眼宝伦呼啸而出 一个急转之后 悬停在了他的身前 只见宝轮之上 三百六十团时间道文 同时亮起半透明的光芒 并从中传出 阵阵强烈的时间法则波动 旋立于中央的金色眼球之上 顿时有一道金色光芒 喷涌而出 洒落在那处仙壳上 金光落下之后 立刻化作一片 肉眼可见的金色光丝 与仙壳中的黑色光丝 互相纠缠在了一起 如同拔萝卜一般 将那些黑色光丝 向外抽离 这两方力量刚一接触 韩丽立即感应到 那里的皮肤 仿佛被人拽着 并不以刀割取 而是生生朝下撕裂一般 令他忍不住 倒吸一口凉气 一种难以严状的疼痛 顿时从那处仙壳 直接传到他的石海之中 韩丽连忙双手一扣 并指朝前一指 金色宝轮立即 急速地旋转起来 上面的时间稻纹 光芒变得愈发明亮 而选于正中的真实之眼 释放的光芒当中 忽然有一道金色的金丝 飞射而出 那金色金丝不是他物 正是费尽千辛万苦 才凝出的那一道 时间法则之丝 蕴含有精纯无比的 时间法则之力 法则之丝就如同一道 笔直的飞剑 一审之下 射入含历那处玄鞘当中 金丝入鞘 顿时荡漾起一层 金色的光晕 将整个鞘穴 遮蔽进去 仙鞘之中的黑色光丝 这些包含法则之力的金光 方一接触 就立即如同啊 冰雪遇到焦阳一般 迅速消散开来 很快就会被荡敌干净 这一过程看似漫长 但实际呢 不过数息之间 待黑光彻底退去之后 周围的天地灵气 再度狂涌而来 朝着仙窍之中 重新灌注进去 令寻常真仙境 后期修士 闻之色变的 翘衰之劫 在这三大至尊 法则之一的时间 法则之丝下 竟这般无声无息的 话语无形 这让韩丽的心中啊 松了一口气 继续闭目修炼起来 约莫半可钟之后 第三十六处仙窍 终于打通 一声轰隆鸣响 自韩丽体内传出 他体表三十六处仙窍 同时一亮 一道刺目的金光 便从周身冲天而起 直接通入那层层乌云之中 不远处的虚空中 谢道人见状 脸上难得露出了 惊讶之色 喃喃自语 这 这是怎么回事 翘衰之劫 居然这么快就度过了 这玄弦之体 和时间法则 互相配合 竟然如此 既然危机已经解除 谢道人便身形一闪 又回到了城池边缘的 青竹阁楼之上 此时 高空之中啊 轰隆隆的雷鸣之声不断 漫天乌云 逐渐消散开来 露出的 却不是朗朗星空 而是一座 方圆百丈的金色城池 里面雷电凝聚成液态 反射着淋淋波光 汉立仰头看了一眼 抬手朝前一抓 一直放于他身前那只精致的玉盒 立即飞入到他的手里 他随手一挥 将封于河外的 挤到福禄街下 啪的一声 打开了河盖 河盖翻开之后 一阵奇异的药香 立即从中散发出来 河内露出了一枚 龙眼大小的金色丹丸 正是那枚啊 以金仙原鹰为主材炼制而成的 金魂丹 汉立轻轻地粘起丹丸 凑得眼前略意打亮 蒙一仰头 把他吞服下去 随着丹药顺着喉咙 缓缓地滑下 汉立的胸腹处 随即亮起了一团柔和的金光 印得他整张脸庞 都仿佛涂上了一层金漆 一股奇异的能量 自胸腹处生成之后 却并未降入丹田 而是直冲而上 一下子涌入了汉立的石海 与他的神魂融合在了一起 汉立先是感应到头脑一阵尖锐的刺痛 继而整个人都变得无比清醒 他的无感在一刹那间呢 被骤然提升到了一种空灵空石的境界 眼前的世界还是那个世界 但却似乎又已经不是同一个世界了 他的双眼能够看到虚空中的灵力流动痕迹 双耳能够挑到空气中 微沉碰撞的声音 毛孔仿佛被彻底地打开 能够感受到 每一缕风丝划过的震动 甚至无需动用神识探查 他就能察觉到这处秘境中 每一个角落正在发生的每一丝变化 就连泄到人体内核心的微弱律动 也聆听得一丝不差 就在这时候 汉立的耳朵忽然动了一下 似乎在废弃园林中的那方石台之下 听到了什么特别的声音 那里似乎有什么东西 正当汉立想要进一步探听之时 这种短暂的空石之镜却消失了 他的五感再度恢复了正常 而他的神魂却变得越加凝湿起来 汉立心神立刻一脸 不再分心 他知道成就金仙之前的 最后一道关爱来临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 单手一拍头顶啊 天灵盖豁然一开 一只数寸大小 通体被一层金光笼罩的小人 立即飞射而出 其周身金光凝实 面目模样 与汉立一模一样 自然正是他的原鹰 原鹰离体之后 绕着汉立的肉身飞转了一圈 冲天而起 一头扎入了那座金色雷池之中 金仙原鹰之所以极难灭杀呀 与真仙境界之时 有着天壤之别 其原因在于 真仙跨入金仙之前 天上会有九天雷池出现 只要真仙原鹰在雷池之中 经受住雷池金叶的洗礼 品质便能发生质的飞跃 只见含厉的原因 移入雷池之中 顿时如同滴水溅入油锅般 令整个池塘都沸腾起来 最为精纯的雷池金叶激荡而起 如金韬巨浪一般拍向韩丽的 原鹰小人 后者呢 却是两手掐了一个法绝 在雷池叶面上 盘膝坐了下来 其身影随着金叶水面 起伏不定 身形纹丝不动 任由金色电芒 不断地打落在身上 丝丝缕缕的密集的金色电丝 如同一件金楼玉衣 套在金色小人的身上 与身上原本的金光互相碰撞 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韩丽的本体则盘膝坐下 依旧保持着原本姿态 紧闭双眼 眉头紧簇 满脸痛苦之色 此刻在她的石海里 同样也是一副狂风暴雨 惊涛骇浪的恐怖模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